在新疆川崎州马纳斯县有一家养昆虫的农场 这是该地和高校合作建立的新疆首家昆虫纽带生态循环农场 昆虫农场实现了有机废弃物、就地消纳和资源转化 8月30日 接着来到昆虫农场 据农场负责人介绍 昆虫农场是运用黄粉虫、黑水蒙和白星花金龟等害虫 将收集来的各类餐储垃圾、农场牛羊产生的粪便 以及农作物接杆类等有机废弃物吃掉分解 得到的昆虫虫体和虫分杀资源 可作为禽类、鱼类、蛋白饲料和虫分机有机肥 从而变费为宝 我们的周边的环境也越来越好 合作社饲养的环境昆虫也让饲养企业看到了新的商机 形成了合作社加企业的发展模式 企业提供饲料、合作社生产昆虫蛋白 企业回购再加工程、蛋白型原料用于水产养殖 实现互利供应、绿色发展 在昆虫农场 利用昆虫不同时期的生长特性 由害虫变为环境昆虫 实现资源再利用 新疆农业大学教授马德英告诉记者 这些昆虫不仅可以将餐厅收集过来的 各类餐储剩余物分解 还有沾上油的餐厅纸 也可以被昆虫分解掉 这些有机废弃物全部集中起来 通过这三个昆虫 处理完了之后呢 就没有任何的浪费了 昆虫蛋白都卖钱了 都卖给咱们的饲料企业 还卖给咱们的养殖业 我们的仙虫就可以直接 四位鱼、虾、蟹、还有鸡 我们既可以带来 很显著的环境效益 也就是说环境治理 同时呢 又可以帮助咱们的农民致富 那么产生非常显著的经济效益 达到双赢的目标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